近日,网约车车主性侵并且伤害女乘客的新闻看得人心惶惶 在有关部门对企业平台整改之际 我们也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在搭乘共享汽车,尤其是在美国搭乘这一类自营业网约车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该如何进行证据收集呢? 根据美国目前的记录上来说,很多起类似的事件发生之后 最大的一个难点,无论是对于律师来说或者是对于检察官来说 难点就是在于一个证据收集 没有办法及时的保留一些证据来帮助受害人 最终能够让伸张正义,然后获得赔偿 首先在遇到自营性的车主赛客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大型的公司像Uber这种,他们都会有一定的保险 所以完成这个程序的时候,你们应该要仔细的去填写他的申保单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何自我进行保护呢? 也就是说,我建议在我们开始乘车之前进行一个截图 在公司谈出来你对应的那个司机接吧的时候 你应该看那个司机的姓名,他的一个评价 然后他的一个车牌号是什么 请仔细核对,请勿上错车,这是第一点 而且在上车之前也确认司机的照片和你手帐系统里面核实的照片是同一个人 这是我提醒大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在上车之后 你可以开启你的和其他的朋友进行通话或者家人进行通话的功能 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及时的把你的上车的地点和你的去向 告知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能够让他们更好的进行追踪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可以让司机有个警醒 您是告诉了您的朋友,您想去到何方 也让他有一个紧迫感 那第三个,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是想要安安静静地完成这个搭乘的程序呢 您可以开启一部分的录音功能,或者摄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摄像的自我保护功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司机对你做出了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 你可以更好的保留证据 然后也能够就是说在以后的控诉的过程当中 帮助检察官更好的进行犯罪行为的起诉过程 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安全地搭乘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这样的案件不仅仅发生在女生的身上 也有可能发生在男生的身上 所以任何人在搭乘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更加的仔细 还有我们也可以建议,如果你选择的是carport 也就是说有第三方共同搭乘的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告诉大家 也许你可以选择一个离你家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一个公共场合,一个餐厅 然后请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来接您 而不是把你的最终的目的地,你的家庭的地址 直接输入到系统当中 这样的情况下也能够对你自己的隐私产生更好的一层保护 第二个,也能让你安全地达到一个比较公众的区域 能够有第三方人能够监管这样的一个环境 或者有更多的摄像头能够监管到你的一个去向